一條灰黑色大魚 從玩SUP立獎民眾的船邊游過去 粗固至少有2.5公尺 雙眼明亮 当时船家带着客人从事水上活动 目睹这一幕 还以为日月潭出现水怪了 我们是在滑立獎的过程当中 从我们的板子旁边游过去 还没有发现之前 我们有聊到水怪的问题 常年住在日月潭的民众 也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鱼 仔细看 大鱼的凶行和尾骑是白色的 而在2008年 日月潭也有民众捕获一条1.75公尺的 大型外来鱼种宽骑蛮 和这条大鱼有几分相似 由于日月潭鱼虎肆虐 日月潭产学界合作 曾经在2020年放流大尾鲁蛮 抑制鱼虎危机 希望能够转化成为高经济价值的鱼业 可以让当地的渔民 有更好的经济收入 鲁曼鱼其实呢 它是属于底气的鱼类 那通常要浮到水面上来 让客人看到是相当不容易的 当地农会推测 这条大鱼可能就是鲁曼 不过一般鱼类在游泳时 胸袭会收起来 这条大鱼的游泳姿态又不像鰻鱼 未来可能需要更多的目击资料 或是影像资料来佐证 月潭到底有没有这条鱼 或是它这种体长到底是多大 被称为水冠的这条冠鱼 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特生中心专家还在鉴定中 我是陈亚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